Hello,大家好,我是Lucy,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视频呢,要和大家分享两款圣态面霜 一款呢,就是Used to the People最新的面霜 叫做Polypoptide E-R-E Future Cream 还有一款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最像Portini Polypoptide Cream 这两款面霜其实非常的相似 从名字上看的话呢,它们全部都叫Polypoptide Used to the People这一款呢,是最近刚出的一款圣态面霜 那最像这款呢,其实出了有很多年了 测评的方法呢,会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 就Side to side对比 从它们两个的包装、成分、使用感受、敷感、效果等等 来对比测评一下 那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在视频里面所佩戴的首饰呢 全部都是来自于Anna Luisa的 手上一共是带了三对,就是这种编织的设计 我觉得这款应该算是小男Coco Crash的一个平T版吧 然后呢,在左手边这个食指上呢,这一支呢,是有点像小猪鼻子 就是一个个小圈这样连起来的 很像是小猪鼻子的一个感觉 平时比方说洗手啊,或者插护手霜 我有时候会把戒指取下来 然后我就会忘了放在哪里 然后Anna Luisa他们家因为设计很好看 再加上呢,价格很实惠 所以就算有时候我万一丢了的话,也不会那么的心疼 无名纸上面的这一对呢,是这个白色的,这两个是一对的 就是卖的时候就是一起卖的 它有很多颜色的搭配,然后我选择的是一个白色配金色的这个搭配 它是有一定的弧度的,所以戴在手上它很舒服 然后也很特别,有一点弧度 我觉得它会比单纯的这种圆形的戒指会更有设计感 这张白色的指甲油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呢,我是选了一对这个耳环 这个耳环我觉得也非常特别 它是有两个环这样子连在一起的 上面那个呢是圆形的 下面这个是有点卷起来的,像麻花卷起来的感觉 主要是它戴起来很舒服 再加上它其实没有很重 所以说不会很拉耳垂的感觉 搭配性还是挺强的 就可以配一些简单的T恤啊,背心都还是蛮好看的 我有他们家视频有很多年了 就是基本上完全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 还有褪色的情况 所以大家如果选到自己喜欢的首饰的话 可以放心的购买 然后使用我的一个折扣码的话呢 还有一个额外的折扣 如果你已经对圣态这个成分有一定的了解 你可以直接跳到这个测评的部分 那如果呢,你对圣态这个成分还不是很了解的话呢 在这里和大家快速的科普一下 圣态呢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态 有些是针对就是动态文 有些是针对静态文 那最主要的功能呢 它是可以刺激你皮肤自身胶原蛋白的产生 也会增强皮肤屏障 让皮肤看起来更加紧致 改善细纹,淡化细纹这样的作用 它和A唇相比,圣态会更加的温和 所以呢,针对很多各种不一样的皮肤 就是敏感肌啊或者是孕妇 都可以放心的来使用 那因为A唇其实你是需要建立一个耐受期的 但圣态,基本上我从第一次使用圣态 还有我平时听身边的人分享 就是对圣态很少会有这种过敏反应 或者说需要去建立这个耐受期的 所以圣态是属于就是你一买来马上就可以用 添加在护肤产品里面 不容易给皮肤带来一些刺激啊 敏感脱皮泛红的反应 比较像是维稳,增强皮肤屏障 然后抗老 用起来也会比较温和 使用感受也会比较好 所以很多的这种贵妇大牌 会喜欢添加圣态多于A唇 那Used to the People这个品牌呢 是加州的一个品牌 这几年也是越来越有名了 可能在我的视频里面出现的比较少一点 其实我也是用过他们家很多的产品 Used to the People这一款呢 是60毫升,然后是64刀 装开了分这款是50毫升,68刀 Used to the People这一款呢 它是这种开口长口的包装 其实这种包装呢也不能说不好 大部分的面霜都是这种包装 不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 每次用手去挖的话呢 就如果指甲比较长一点的话 可能会抠到指甲里面 再加上我也觉得不是特别的卫生吧 多多少少你手上不可能是完全无菌的 再加上你每次这样打开的时候 我觉得都是一次跟空气接触的机会 也会减少它有效成分的有效性 就是有时候打开真的会忘记关 Donk Elephant它的这款包装 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直接上面盖子打开 然后是这种按压的 很明显的这个包装就是非常的卫生 不用把手伸进去挖 其实我自己用法我每次会按到底 然后它出来的那一坨 刚好够我涂全脸加脖子 所以呢这样的包装呢更加卫生 更方便 因为它没有跟空气接触嘛 所以会更有效 其次呢也是更好控制量 从包装上的话是 Druck Elephant这个是渗出的 第二个对比的点呢是成分 共同点呢是全部都不含有香精色素 这个点还挺好就这两款就是对敏感肌都还挺够好 Dust to the people 这一款的一个卖点 就是它的名字上的这个Polypeptide E21这个成分 那这个成分呢也是在Druck Elephant里面没有的成分 我也是去查了一下它的功效 最主要是查到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呢是Polyse Choice 它上面有对这个成分有一些解释 就这个成分呢它是一个天然的就是纯素的 Vegan的 然后它是通过发酵以后产生的一种 类似于胶原蛋白的一种生态 这个成分呢也是可以刺激胶原蛋白产生 以及减少细纹 也可以改善皮肤的一些红肿啊 或者是发炎的情况 然后我再继续看的话呢 也有发现就是有一个品牌叫做 Aurora 一个新的护肤品牌Polypeptide E21这个成分呢 也是属于这个公司的一个创新成分 也是在去年的时候 2021年5月份的时候发布的 我觉得这算是这个 Youth to People的一个卖点吧 因为毕竟这个成分确实在其他的 产品里面比较少看到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成分 除了Polypeptide E21以外呢 也是含有另外三种胎 其实这款面霜里面一共含有的是四种生态 除了四种生态以外呢 里面含有植物蛋白 以及神经显暗 神经显暗呢 也是可以加长皮肤屏障 保湿补水这样的功能 整体上来说这款面霜 就是一个可以增强皮肤屏障 然后紧致以及保湿 这样的一款面霜 那John Calvin的Polyte E21这一款呢 它里面是含有九种信号态 除了信号态以外呢 它里面也是含有睡帘干细胞体取物 那这两个成分呢 也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它可以保湿以及增强皮肤屏障 那从成分上看呢 John Calvin这款含有更多的胜态 然后Used to people 虽然说它只含有四种胜态 但它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成分呢 是这个Polypeptide E21 所以这两个从成分上对比 如果要比这个胜态的总类多的话呢 一定是John Calvin这款比较多 这款功效比较好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毕竟Polypeptide E21这个成分 它还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成分 Used to people这一款的质地呢 还是非常轻薄的 延展性也很高 然后非常的顺滑 它的质地其实有一点点像这种胶状的感觉 质地感觉好像是比较适合油皮混油的 但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它还是蛮油润的 它不是那种马上会被皮肤吸收 然后没有存在感的 它在皮肤上推开以后 它还是感觉有那种油润感 特别是照镜子的时候 你会觉得脸上还挺有光泽感的 然后它存在感其实挺强的 保湿力虽然说当下就是即时的保湿能力我觉得很强 但是它是属于保湿的续航能力不是很高 很奇怪的是我每次用完它以后 我过几个小时以后我会觉得皮肤有一点干 它这款的话虽然说肤感是滋润的 但是保湿能力没有很强 就是保湿续航能力没有很强 那妆开了粉的这款质地呢 其实跟Used to people还挺像的 都是属于这种胶状的很轻薄 延展性很高的 但相比之下呢 其实妆开了粉这款它吸收的会更加的快 吸收之后我觉得脸上还是属于比较干爽的 但同时呢我觉得它的保湿能力也是不错的 因为我自己是就是中性皮肤偏干这样的质地 我觉得在夏天用起来非常非常的刚好 非常的舒服 在秋冬的时候哪怕是皮肤比较干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可以用的 一整天下来也不会觉得说皮肤会有一种拔干或者干的感觉 完全不会 但同时又很清爽 在使用感受上面来说 我也是更加喜欢妆开了粉这一款 其实结论已经非常明显了 其实这两款二选一的话呢 我一定会选最像的这一款 最像这款还是在我心目中 还是属于一个就是面霜里面前三的 我觉得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改变 更愿意去用就是含有盛态就是总类更多的面霜 但Use to People这一款呢 我觉得我尝试了以后我之后可能不会回购 因为毕竟对于这个新的成分 我觉得它的有效性啊 还有它的功能性还有待考证 相比于妆开了粉这个里面还有九种信号态 以及它肤感使用感受各方面我都觉得更好 再加上它包装也真的很好用 Use to People是属于上脸的滋润力度感觉很高 有一个油膜感有那种存在感很强 它的保湿续航能力一整天下来到后面的话 会有一点点干的感觉 但是呢 妆开了粉虽然说它上脸以后很清爽很快被皮肤吸收 但它一整天就是都不会让你的皮肤很干 我觉得它保湿能力真的会更强一点 这两款其实结果非常的明显啦 就是我一定会回购装开了粉这一款 因为我也是一直回购的很多 所以大家想要选一款圣态面霜的话呢 我还是非常非常推荐装开了粉的这款圣态面霜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所有的视频内容了 希望今天的测评呢对大家有所帮助 留言告诉我这两款面霜你更喜欢哪一款 然后你会想要去尝试Use to People这款新出的圣态面霜吗 那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记得帮我留言点赞还有分享 那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点击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